八十九到九十都好了 差不多了 哇 那么心傲的问题 我觉得它也九十吧 我们把你和宝贝的生命值 做了一个量化的进步条 我的手是不是很长 哇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你的预期生命值 因为你是在37岁的时候生的储儿 所以它的生命是从你的37岁开始的 对 然后你们一起度过的时间 我们现在是用黄色的贴纸标明的 有了储儿之后 给你带来了哪些快乐呢 太多了 真的是从怀疑 不要有一年没继续下去 从怀孕那天开始其实已经 死了干嘛呢 应该说一有它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 好像什么都可以有多一个人跟我分担的那种感觉 好像我拍戏的压力啊 还是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啊 我就可以立马有一个人知道 因为他跟我是同步的情绪 所以我会告诉姐姐 不要不开心 不可以让他觉得我不开心 所以我就觉得孩子带给我的是储儿 我今天干嘛 储儿给我的感觉就是 太可爱了 可能是我现在在想想呢 可能是大学吧 现在我们的便利贴一条代表一年 你可以在上面把你觉得他们会留在你身边的时间 可以敷掉他们本来的进度条 贴上你们相同的颜色 代表你们还能在一起的时间 虽然他离开我生活 独自生活 可是呢也不代表他 就是我不能参与他生命里面的其他的时光 其实多少年直到父母死之前 他都可以去能分担他的事情 就是给一点意见也好 陪他走一段路也好 我觉得父母肯定愿意去 等候你什么时候需要我 我都会在的 你干嘛傻傻的 来 吃一个 就是妈妈55岁的时候 姐姐你18岁 你会跟妈妈分开了 你要出去读书了 我不想跟你分开 妹妹你是在妈妈57岁的时候 你就要去读大学了 No 你睡为什么不想 No 我想问你 你从几岁开始离开我 是吗 没有睡 没有睡啊 永远 但是妈妈道歉你也要离开你 妈妈也会老也会死 妈咪 好吧 不老不死好不好 永远在你身边好不好 好吧 我去陪着你 我去陪着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